各位大家好,又是我馮伟光和大家评论政局的时间,今集和大家讲讲新疆,因为我涉录的时候呢,我就人在新疆维吾尔治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大家看到我后面那个山,那个山不是太平山来的,是新疆乌鲁木齐的其中一个山来的,应该叫做红山。 那为什么我来到新疆呢?因为今次我是首次在2019年之后,有香港的大学生组团来到新疆去交流,去了解新疆的实况,所以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团,也都广受这个媒体的重视,今次是我人生第八次来新疆,但是也都是最有意义的一次。 当然大家喜欢看我的评论,希望大家订阅,围怒STARTALK,赞好,分享,留言,和按下一个小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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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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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大家都会留意到,其实在2019-2020黑暴黄尸之戀的时候,他们会拿新疆来说事,他们老海中印象中的新疆是西方媒体扭曲了的新疆,所以给香港年轻人来到新疆了解真相是很重要的 通常西方的媒体对新疆有三大的污蔑,第一就是所谓的文化灭绝,但是其实新疆的小族文族文化是很受保护的 在新疆的小族文化的电关 disputes,另外也可以看到 新疆很多招牌、铃铃�负,烤铃链 以至超市门口我的灯箱都会出现无奉文和汉文的 烤肉店 燒烤店 以至超市 門口的燈箱都會有維吾爾族文和漢文的 新疆的紅綠燈會提醒你 例如過紅綠燈 綠燈 紅燈 因為視像人士 香港都會有 新疆會有維吾爾文和普通話的廣播 提醒你過馬路 這些就是新疆對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 更重要的是 我們出機場的時候 在烏魯木齊 地窩堡國際機場 全國十大機場之一 很國際化的 一出來的時候 在接機大堂 就會有當地的接待單位 安排了四位穿上鮮豔的少數民族服裝的維美族女孩 在那裡跳舞給我們看 也送上絲巾 還有送上這個花舞給我們 男團員 絲巾就送上給我們女團員 跟著就開了錄音機 跳舞給我們看 在接機大堂裡 而當時在機場的保安呢 他的做法是拿手機出來拍下它 可見整個新疆的地方 他們都是很接受到當地的少數民族能歌善舞 還有喜歡歌舞 所以這個絕對是保護一個少數民族的文化 你有多可見到去美國旅行的時候 見到當地的原住民 印第安人 穿上他傳統服飾 來去在機場接機大堂 歡迎你 還有跳舞給你看呢 我所理解就是 從來都沒有 那究竟哪個地方在保護著少數民族文化 哪個地方在打壓著 滅絕著 讀者們心中有數 第二件事就是所謂棉花的強迫勞動 但是我在這兩年 三年來 都去過新疆棉花田 包括陸濟的今天 我都會帶大學生去新疆一個精河 蒸成的蒸 一條河的河 這個地方 看一個大型的棉花田 我都很有信心 看到的就是用機器 用無人機去播種 用機器去收割棉花 因為為什麼 這個是夠精準 這個對棉花田的田主的擁人來講 是更加重要 絕對不是出現所謂的強迫 西方說的強迫 其實是將他十八十級世紀 那段強迫黑人 在美洲土地上的勞動的血淚歷史 黑歷史套用在他們身上 他們想當然 他們自己這麼壞 就以為其他人都這麼壞 其實是錯的 第三 就是關於所謂的教育和培訓營 現在這些營已經在新疆不存在了 已經完成了他的歷史任務了 但是是有需要的 為什麼 因為要透過教育 令到我們的小群民族同胞 不要將宗教思想極端化 正如我本人是基督徒 但是現在的基督教 無論在香港 要到全世界 都不會傳播一種 當年十字關東征那種 用武力去強創人家的土地和財富 以及去殺害兒教徒的做法 我們現在宣揚的是一種關愛 一種和平 同樣地在新疆有一段時間 確實這個當地的宗教 是被一些有心人 將它極端化了 所以透過教育 令到大家正確地認識宗教的教義 透過培訓 增加你的職業技能 改善你的生活 令到你脫貧 令到你進入小康 那麼社會也會穩定 所以我們來到新疆這幾晚 都是相當穩定 晚上我們還出去 喝啤酒 逛街 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 今天這一集 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麼有意義的團 也都讓大家知道 西方媒體對新疆的三大抹黑 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